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乐家庭 这话您说对了 对不对 我确实是快乐家庭 我羡慕您的 您家是快乐家庭 你也一定是快乐家庭 我差点 怎么呢 我慢乐家庭 慢乐家庭 什么叫慢乐家庭 我们家既吵过斗 老打架 老吵架 谁跟谁打架 吵得我这个心里头都不好受 天天吵架 是啊 这不前两天又吵起来呢 怎么回事 前两天闹家伙事 前两天早晨起来不到八点 我正在被窝里头躺着你 被窝里头躺着你 我爱说大字 我媳妇 我老婆 我知道 您知道 还是一女的 疯话 男的是你哥哥 你不废话吗 我正躺着呢 他找过去我 怎么找去你 就是男的我 嗨嗨嗨嗨 快八点啦 还睡呢 睡懒觉 该起了 嘿 起 我当时我就火了 一火了 我把小卦往肩膀一呸 我说我起啊 我思想起 我思不得想起 我破风筝啊 起不来 飞机没油 我没法起 我又起了 我又 啊 你说他这不是找去我吗 啊 您这人 就我这媳妇 这是关心你 关心我 那您说我起 我说不起 你啊 困你就睡 不困你就起 我媳妇就是这么说的 哎 困你就睡 不困你就起 这话谁说的 我媳妇说的 我媳妇说的 叫我给赶上了 多包含 多包含 起了之后 我这媳妇她还是找不去我 还怎么找去呢 继续难为我 茶给你气好了 你快喝茶吧 喝茶 不是我喝啊 我是想喝 我是不得想喝 我山西棒子一喝喝 爱喝喝 我又喝 我又喝 你说他多难为你呢 就是 你说我是喝 我是不喝 你啊 可就喝 不可就别喝 对 我媳妇就这么说的 你啊 可就喝 不喝你就别喝 哦 我媳妇说 哦 我媳妇说 哦 还是她还挑衅我 这天不早了 啊 咱天上不能掉馅饼 你出去外边搬搬去吧 我说我搬 我是想搬 我是不得想搬 我狗熊大大顶 我忒笨了 我就笨 我笨 你说我是笨 我是不笨 啊 我笨吧 哦 我不笨 等一会儿 两口子打架 没接没完 我媳妇老妹鬼一毒气都不离我了 我怎么说的 你说我是笨啊 我是不笨 各位 这回啊 我让她出去笨笨 只要她一提她媳妇 我拿这扇子就打她 我说笨 我是不笨 你啊 出去笨笨去吧 我媳妇没说话 你看了没有 我媳妇没说话 哎 我那小儿子过来了 爸爸您还是笨去吧 你找你了啊 太可气了 这 怎么都不行 我得笨 哎 你得笨 哎 大丈夫就把这个死不孝 气不邪 他起来叫我背呢 我得跟他呛呛火 我告诉你 我这顶天立地 男子汉烈烈烈烈烈大丈夫 天上不能掉馅饼 这我知道 你们哪几个都得我养过 当然我姓里的笨去 现在我就笨去 现在我走 你看钟表 下午两点半 笨回两万块钱来 咱们俩就是夫妻 笨回两万 咱就是夫妻 笨不回来 咱们就出妻 什么叫出妻啊 出妻的房钱 好记性 说完这句话 我气气横横的出了院 望外就走 我媳妇一看我真火了 他也是害怕 就是了 跑上前去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一把 把您救回来了 我推出去了 推出去了 光当就个大门叉 你看看 下午两点半 两万块钱就和你说的啊 到三点一刻你要笨不回来 我带着孩子就改嫁去了 这就改嫁了 哎呦 我是杜先生 我听完这话 我心里都多难受 就是了 两万多块钱 下午两点半 我笨回来 我是个男子汉 大话 我是拉出来了 我上哪儿笨去 就是了 我笨不来呀 笨不来呀 笨不来呀 转来转去呀 十一点多了 我是府内无时 眼前没路 找不着朋友 借不来钱 这可怎么办 那可怎么办 哎 长言说的好 人活百岁也是死 不如早死又早脱生 暗安地拜罢父母养育之恩 在我李伯祥心上 怎么样 自寻短念 自杀 我寻死了吧 不行 我活 不行 我回去 我没有见面再回家 我死 您千万可别死 不行 您甭劝我 非死不可 好死不如 赖活着 都跟你说 我非死不可 你可别死 不行 我非死不可 千万不能死 哪个孙子劝我 哪个孙子你要不死 你怎么说我来 废话劝你我是孙子 我死 我死 死了吧 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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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死 怎么死 我没死 我没经验啊 跟您打呢咋呢 您说我应当能够出主意 怎么死最舒服 自杀有找人出主意呢 出主意嘛 您打算问我怎么死 学生 我怎么死 我告诉你 你跳河 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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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跳不了 什么的 有困难 有什么困难 我不会游泳 会游泳就死不了了 不会游泳 不会游泳 会游泳死得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这样 六层高楼 由上半楼下跳 跳楼 跳楼 不行 我有孔刀症 我用刀 我刚跳到第二层 我一身不合适 我要下来 您给我出一个最好的 舒服服服这样子 要舒服自杀 我怎么办呢 哎呀 有办法 有办法 你这样 摸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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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电门 不行 把他摘下来 把他摘下来 手指一桶 手指一桶 有效应 麻烦索索 您就死了 不行 太高啊 太高 你抱着我 我抱着你 你死了 你垫背的 我最后有主意子 什么主意 我抹脖子 抹脖子 找一把块刀 藏一下 马上 我就完了 也行 我也不见我媳妇 抹脖子没到啊 没到 我转呀转呀 头上有一破烂摊 有一个小老头 这老头啊 有七十来岁 个个儿不高 瘦不拉丁的 他摆着一小摊 有错 有茧子 有改堆 有老虎钳子 旁边有一口切菜刀 这把切菜刀 还是新刀 我拿起来看 好家伙 这把切菜刀 那真是笨厚热 保免血槽 杀人不见血光 此文非兰 辣辣辣 清旭续 雾沉沉 霞光万道 热气尖条 明亮亮 一把大辣的切菜刀 我拿过来之后 我来了个吕备 他腰一 站八方 光刀室 叫立生老头 往脖子上一横 我老头啊 这把切菜刀 是谁的呀 老大七十五岁 吓得胡子都绝笑 你们那把切菜刀啊 我的 没煮 怎么没煮啊 对 他一说有煮 我一抹脖子 都负不起嘴了 就是 咱是名人不能做暗示 是 他既然说没煮 怎么样 咱赶紧给他 放那 拿走 拿走 怎么拿走了 没煮了 我还不拿走啊 拿着一把刀 哎呀 我肚子饿了 前面来喝破烂车大矿 老家看看这多少钱 新刀 给我八块五 八块五呢 我买了四两花生米 我弄了半斤包子 弄三两酒 吃饱了 喝足了 一饱饰鬼 都是还剩两毛五分钱 嗯 哎 好 吃饱了 吃饱了 该自杀了 该自杀了 摸脖子 摸脖子 摸 摸不了 怎么呢 没招了 倒都换了包子了 倒让我吃了 就是 带上老头 就去怕他打我 他怎么办呢 哎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我都留两毛五分钱 就是 杂货铺里头买两毛钱的白糖 买白糖的 对货有一个卖开水的水铺 我找他卸了一大碗 五分钱给他要开水 一大碗开水 我把这两毛钱的白糖放下去 晾得不凉不热 找块砖头往屁股底下一坐 我喝白糖水自杀 不像话 喝白糖水自杀 是呀 是呀 我这酒精也上来 包子也上来 他他 这碗白糖水不凉不热 慢慢悠悠的就下去了 往那一坐 闭上眼睛 二十分钟 愣一死 一钟他也死不了 他没死还想喝 那多些些呢 我单想喝 而且我还学到一点知识 学到什么知识了 想不到 我李博祥活了五十多岁了 我这才知道 这个喝白糖水自杀嘛 是不发生效力的 对对对对对对 喝红糖水自杀也不发生效力 有学问 这不废话嘛 最后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我上吊 上吊啊 上吊 我不能在马路上上吊 对 大伙一窜我死不了了 我上郊外的去 上郊区 大开挖找一没人的地方 回给水副掌柜的 这茶饭改念 今天别拦着我 我来上吊去了 基本回家 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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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嚷什么劲 一嚷大伙得劝我 这位先生 你为什么上吊 我家庭困的 没钱过日子 那没关系 大伙别臭臭 你臭过臭两万八 我不就不喝 有那好事吗 那么嚷了半天 一人劝我的都没有 多亲信 不但没劝我 大伙冲我乐 这小子恐怕神经病 哪里当神经病 不行 当着我死 跑到郊外去 郊外头有一片 大开挖大开挖 过去之后 前面有一片 小小的密松林 密松林正当中 有一颗歪拨树 歪拨树 底一下 扔着一根麻绳头子 估计也就在三尺半长 这是老天有眼 生有命死有地 可能这根麻绳 跟这歪拨树 就是给我留下 没办法 把两块砖头 把绳子捡起来 在歪拨树 拴好了一个绳子套 拴完了之后 我手扶着绳子套 老师 我眼泪就下来 能不能过 有这么一句话 哪一句话 鸟之将死 其名也哀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事到如今 我是怎得不悲 如何不惨 我这一死 无关紧要 我家里头 找了少少 一家的人家 依靠核人 我上有薄发老母 终有路病之妻 下有未成丁之娇儿 这才叫 无老妻 娇子未成 我媳妇儿 今年才四十多岁 长得又白又胖 脑门发亮 说话亮堂 长得漂亮 我这一死 他改嫁何人 还有我得死得晚 我这小儿子 今年九岁 才九岁 打个小虎高的事 大脑袋 胖不论多 别看九岁 说话比您都厉害 有你这么逼的吗 最时我伤心难过的 就是我母亲 老母 我妈妈年进八旬 她老人家皱纹堆垒 薄发苍苍 老太太 不孝子对不起你 世与望养儿 反备老 不料想 竹篮儿去打水 漏勺儿去买风 网单虚名 结果落长空 为人子未能尽孝 死在她的面前 这才叫 黄梅未落 青梅落 白发人 反送我这黑发人 越思越想越难过 面对吊绳 我好伤情 眼的网着吊绳 滚下 吊绳来不把这个 旁人来叫 吊绳儿的老娘 孙小两三生 人家养儿 都是防备着老 离了人家养儿 出篮子去打水 黑漏少儿白风 光单虚名 落长空 吊声以外 怀儿的名在 吊声以 咱咱想活命 九万不无忠 这才是 杨梅未落 青梅落 白白人反送 你再拦着我这儿 真的 拦着我这儿 我越听越没 我让他再来一段 你想话 我这上吊自杀 你听过西克大伙 你还上吊 我一吐气 我就吊上了 吊吊就一位 杠招三兵大 吊这儿 怎么呢 吊了三十八分钟 任没合 没死我先做 休息完之后 我先上再死 吊三十多分钟 那没死 不可能 三十多分钟 没死 没死 五分钟就死 吊吊三十多分钟 把我吊点的 真没死 那没死 我知道 脚没离地 离地 航尺高 离地航尺高 能没降死 你等会儿 您吊什么地方 吊脖子 吊这脖子 不是 吊这脖子 脚脖子 吊这脖子 一中疼也死不了 很多浪一大幽腿 死不了 吊这个脖子 吊这个 那多勒得了 多勒得了 多勒得了 死不了 五分钟就死了 你来给我看看 我来 你上轿 我不知道 刚才你不递的 你老劝我死了 谁劝你死了 你骗着我这大广 你大广是多少钱 我告诉你 一个心死 一个闹自杀 没出息 把我脸 寻短见 是 没有志气 咱是大丈夫 想办法挣钱 搞事业 那才对了 我就想办法 我找朋友借钱去 借钱做个买卖 弄几万 跟我媳妇一说 哄他也就回家 就是 我的朋友去上海 有的去南京 有的去广东 坐下半天 天也黑了 也没找什么 我先回家 回完家 明天再说 别看我媳妇这么说 三点一刻 我不回来 他就改嫁了 有这么一句话 一日夫妻百日 对 我们是街法夫妻 百日夫妻 四海参 不错 海参倒比 虾人贵 虾人八块五一斤 这什么了 我先回家 太黑了 放递的走坏了 干不着我要倒霉 怎么了 鬼打墙 鬼打墙 四面去黑 我就看不见了 我这是到什么地方 找不着地方了 看不着 我是不是饿了 还是心里都着急 鬼打墙有办法 我蹲那 我蹲那拿手抱着脑袋 我缓缓精神 我就看见到 我蹲着蹲着 咱们一抬头 哟 怎么了 我有好运气 我心眼好 我碰见胡仙爷 您这是迷信 胡仙爷 我亲眼看起来 眼见为实 我真看见胡仙爷 真看见胡仙爷 眼见为实 这胡仙爷有三尺多高 胡仙爷三尺多高 穿的是青道袍 白道领 带着乌纱帽 腰里爷这个小鞭子 用手还只点话我 真看见胡仙爷 恐怕是大慈大悲 要点话我 有可能 胡仙爷请讲 弟子李国强在下 给您磕撒头 咚咚咚 我给胡仙爷磕撒头 抬头一见 胡仙爷一道暗光 踪迹结五 走了 在台阶上赏钱下来了 下来赏了 就是那县大洋 钢洋 银元 县洋 那东西 这么一大路 白花花的 没有一百块 也有八十多块 就在台阶那路 哎呀 县大洋 这给我了 该找你发财 谢谢 胡仙爷赏钱 我拿手指头 往上一抠这杨钱的 把他抓过来了 抗撑就一口 杨钱不咬人 黑狗白鼻子 哦 听得不对 像话 对对对 不是胡仙爷显胜嘛 刚才叫那条狗 是啊 那您刚才说的三尺多高 我这么一过来一猫脑袋呀 这狗不知我要干什么 哎 他过去来了 他怕着呢 一尺半 他过起来 你看这狗这不三尺来高 那怎么还穿着青稻袍 他是一黑狗 他不青稻袍嘛 白稻领 大白鸽子不白稻领嘛 还戴着乌纱帽 他那俩狗耳朵支护衫 都跟乌纱帽一样 腰里头还有根小鞭子 他那小尾巴支布 咕咕咕咕咕咕咕 跟小鞭子似的 怎么拿手还点和你 有一倉上到这了 他那刀塞帮子呢 哎 怎么还大杨钱呢 他那杨先生的狗 是白鼻子啊 我一磕头呢 他把鼻子他闹下来了 正好那鼻子我就看见了 我上去一抠鼻子 他能不咬我吗 他还不咬你 瞧这倒霉劲 太倒霉劲 我这狗嗑撒头 哎呀 我心里都不服气 他能服气吗 猫快钻头 我得砍狗 得砍他 伸手一摸钻头 软了嘎 一个名猫上来 怎么能拿手一闻大 什么 石头 这倒霉劲 把石抹在鞋上 大石砍狗 砍吧 狗以为鞋上有石 怎么样 把鞋叼跑了 都把鞋给叼走 哎呀 我一条走线追狗 干多 给我鞋 什么狗人 所以说一里万地 狗一扎嘴 我这把鞋拿过来 拿过来 拍着拍着 把脏东西拍下去 有一个小水沟 我把手洗吧洗 我可就进了市里了 到市里了 到市里了 我家住的东北角那边 刚好路过东北角 有个故义街 故义街那边停晚了 我一看别的买的都关门了 就一间买 那没关门 哪间啊 故义街东北角望里边 过去不都是那 仇断装吗 对 拔大乡 有拔大乡 瑞福乡 瑞福乡 瑞林乡 瑞曾乡 广盛乡 千可乡 圆可乡 姓可乡 义可乡 千香义 香名号 拔大乡 我说的这家是顶头那家 瑞福乡 瑞福乡这好家伙 明灯亮火 来了一辆大汽车 开这门干嘛呢 咋口外头 运来好多那个桶子货 桶子货 皮桶子 穿那大皮奥 皮大衣 有胡伙的 胡素的 胡脑门的 胡找人的 胡浅的 胡脊子的 他这一个是十二大 这十二个算一大 十二算一大 咋那么一卷 正好这么一大捆 那火这麽 扛的扛 加的加 都往这六香 加皮凹桶 这一个皮凹桶子 没有两千块钱下不来 他这一捆呢 十六个 没有两万块钱下不来 有些伙计 胡得行 正夹着呢 怎么了 掉下一捆皮肴桶子 掉下一捆来 黄灯灯 就在那扔着 这两万多块钱 这是我的菜 我可不能捡 这这一捡 伙计过来了 蓝农家 您看着了 好 谢谢您 您给我 你就得给人家 你给他吧 你给他那不白剪了吗 那不给他 不给他 那你明火 强 待了半个小时 货也用完了 汽车开走了 大门也关了 灯也灭了 都没人了 这捆皮肴桶子 还在那个地方放着呢 这可是胡言言先生 这是你的菜 给我的菜 抱歉 抱歉 乐乐兮兮 上去这么一抱啊 抱歉 老腔又是一狗 又一狗 这皮肴不咬人 一条大黄狗 又改了黄狗了 我又在这趴一条黄狗 我愣说皮肴桶子 咱是狐狸桶子 我说哎呀 我这狗咬人呀 能不咬你吗 我这一看街的老头 废话 他躺着好好的 你抱他 能不咬你吗 就是啊 他那躺着 你抱他 能不咬你吗 对呀 咋刚才我憋了你四十分钟了 你咋对着狗学吗 我们这丢六条狗了 我当狗贼了 偷狗的 这怎么办呢 我赶紧跑吧 甩着 反正咬的也不动 光当 又摔我一跟头 又怎么了 有一大皮包 扮我一跟头 皮包就在我眼前的呢 讲吧 不干净 怕他咬我 好咬 怕了 我这狗 我拿脚踢踢 踢他呢 他要是皮箱皮包啊 他没动静 要是狗啊 我要一踢他 他跟我 你跟我吹呀 对对对 我怎么一踢啊 怎么样 他没动 没动 是个皮包 是个皮包 我把它递了起来 我找一枚苍蝇干净的地方 借着电灯杆子上面的鱼锅 我打个皮箱 这么一看 里头有什么 还 二胡 喜初忘乱啊 软件的衣服 直签着衣服 三丝架 里面还有珍珠 项链 翡翠 猫眼 碧玺 当中间有一个小匣子 小匣子 我打开一看 就那小元宝客的 二十多个 一百个钱一张的票子 三四楼 还有这么一大楼美金 还有这么一大楼马克 还有这么一大楼英镑 这回我是小发财 真发财了 不用问 这准是个贼赃 可能是贼赃 他偷完人家东西 他先记一方证 这钱让我捡住了 太好了 还有一根短短的小文明锅 我把他拿起来 我煮着锅 低着大皮包 我有了钱了 有了钱 您知道干什么 中国人是最讲究孝母 对 我出了一天了 我母亲八十多岁了 她惦记着我 不错 在这说我妈有病 一到天涼 她咳嗽 咳嗽咳嗽 吃咳嗽 没吃饭 她更咳嗽 我有了钱了 想起我爸了 我得给我妈买点点心 这是孝子 点心买点水果 买点香货 我得伺候伺候 孝顺笑笑笑 我母亲 不能叫我母亲在咳嗽 我看看吧 北马路 香贼寨 一品香 这些大点音部 水果鱼子 全完了 干活店也完了 怎么办 哎呀 都过女儿的 这可怎么办 天太晚了 我怎么给我妈买东西吃了 一去胡同 胡同口爱的 有一家明灯亮火 写的是 兴顺福 北京酱园 酱园子 就是卖酱菜的 卖咸菜 那家没关门 我进去 我进去买点东西 买点东西 买点咸菜 咸头的东西 给我妈压咳 咸菜压咳 没有别的 那咳不就买了这个吗 买一包 哎 您找一部包 您给我来四斤 这个酱黄瓜 四斤酱黄瓜 二斤酱萝卜 六个咖头 来一块虾酱 一块酱豆 一块烧豆 来四盆虾油 两盆酱油 我先给您三百块钱 够不够 明天咱哥咋喝三盏 好 我给他三百块钱 给我弄一部包 我这手足够 我再加部包 这手低低大皮包 我就进屋乱了 有的钱了 咱得唱两句 还得唱两句 探个银子 多少那里的文明味 又是低了一个大爷 你包奖钱票 壮礼多少 哎呦 哎呦 哎呦什么 狗咬的疼 还没话 我这正唱着呢 你别说 还真有行业 还有行业 八号院里都有一位老太子 开个门只表扬我 怎么说的 只夸奖我 哎黑星半夜十二点半了 这是谁在喊嗓子溜嗓子呢 我一看我认得 哦认得 我们房东 哦 我们住的就是他那房 嗯 我叫奶奶 呃 这是我唱的 唱着不好听 您多元的 啊 唱得挺好 哦 感情是老李啊 唱得真不错 给你道谢吧 下月房间你甭给了 哦 那给你谢谢 你搬家吧 孙子 搬走了 跌了十二点半 你他妈唱什么呢 嗯 赶紧回家 回家 哦 谢谢您招着奶奶 我弟弟的皮包 拿着东西 我就到我们家了 回家了 推个门只看 还有我媳妇 啊 啊 你这一天不来 我们大伙都把你惦记死了 我咱妈呢 我妈在上房里头 搭上茬了啊 哎 在这屋呢 在这屋啊 我想那小子 我的好儿子 快来看看 妈妈吧 妈妈年纪大了 你出去一天 我不放心惦记你 嗯 儿行千里 母丹佣 母亲千里而不咎 我这个岁数大 我惦记我的儿子 我身体不好 我咳嗽 我上签 不接一下 哎 晚上我也没吃饭 你要有口什么东西 吃酥脯 腊饼的都行 你先给我来一口 压一遍让我咳 我一听话 你把我眼泪都吓 太疼了 我到这上房 我娘啊 不孝子 我可来了 一想儿子没钱 我让你受了 苦了 受了罪了 我对不起 您我太不孝顺了 今天老天爷让我发财 我发的大财了 从这以后 您就给我享龙华 寿服会吧 您不是想吃东西吗 儿子就笑着您 买了一大铺豹了 您不是咳嗽吗 您接过去 您就吃吧 我妈那屋里头 没点灯 我妈猫车就吃 老太太咔着咔着 吃了二斤酱黄 小的大饭嘎的头 又来半斤酱黄 又吃了半碗虾 又两块酱豆 没等老太太回口气 我就咚咚咚 给老太太太灌了一瓶酱油 喝完之后 我把老太太太放了 你打败我一舞 杜先生 也是我的好心感动 天和你 我妈一宿了 没咳嗽 病好了 DO DO